人类是地球上最擅长学习的动物 人类幼崽 总是乐死不疲地模仿在身边的人 学校的教育让我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但从来没教过我如何做一名好父母 除了读读育儿书和亲朋好友们求教经验 我发现育儿就像寻找蘑菇一样 最重要的就是观察 观察让我发现蘑菇并不只像Super Mario里面那样红白搭配 观察让我发现枯朽的树根上还隐藏着另一片小森林 观察还让我发现孩子就像一面放大镜 通过它让我学习如何重新做人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蓝山西边的Opera来采蘑菇啦 嗯 虫虫今年已经可以和我们跑来跑去一起来Mushroom hunting了 之前都得抱着它 Mushroom hunting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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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hroom hunting Let's go Let's go Mushroom hunting 一起来一起来一起采蘑菇 Let's go Let's go Mushroom hunting 一起来一起来我们采蘑菇 我们一起采蘑菇 好我们这个是00分的那个 有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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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这个是那个Milkab就叫做乳松松乳菌 好我们用小刀把它上面的这个针叶都扒开 然后根部切下来 你看它就是有一个整齐的淡橘黄色 然后在中间是空的 然后这种呢蘑菇它很容易被氧化 你看它边上开始有发蓝绿色了 这个没关系它不是坏可以吃到 我以为是发霉了 对 然后虫虫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你的小篮子里 最好呢能铺上报纸 防止被挤压 还有就是把蘑菇的根留下 然后用松针埋起来 这样还会长出新蘑菇哦 切皮像吗 这些蘑菇都不是可食用的 来来来铁头 这个是个饭板 这个是一个松乳菌 你就照着它来采好不好 不想要吗 我给你大的 好那你跟它们走一起去采吧 你拿着这个 你如果再找到跟它一样的 你就放到你的袋子里 好吧 OK加油 拜拜 拜拜 在澳大利亚新州的松针林里 充斥着各种毒蘑菇 像这种红色或橘黄色的 叫毒鹰伞 吃了会产生幻觉 所以当地人叫它magic mushroom OPRO的森林里只有两种菇是可食用的 一种就是刚才找到的松乳菇 英文名是suffery milk cap 炒起来像芦笋 非常清脆 另一种叫sleepery jack sleepery就是滑滑的意思 它真棕色带着滑滑的表皮 背面是淡黄色像海绵的质感 在我国南方叫做牛肝菌 因为吃起来质地如牛肝 非常适合煲汤和涮火锅 然后这个是灰灰的 像老鼠一样的 就是有毒的 我们不能采 好吗 我们要采橘黄色的 好 来 采蘑菇 这都是毒蘑菇 哇 你们真的在采蘑菇啊 今天的收获怎么样 蛮好啊 你看 今晚炒了下酒 下酒好了 今天打算做几个菜 一个 就是蘑菇 需要一副能发现蘑菇的眼睛 也都藏在松枕下面 对 成功的秘诀 要善于发现细节 是的 好 我们继续吧 走了 走 拜拜 今天摘了很多松乳菇 今天的妈叔抗品非常成功 耶 耶 耶 回去炒菜喽 我们的蘑菇洗好了 现在我们要做一套培根 葱花还有生姜来炒蘑菇喽 把它切成小条 因为很鲜嫩 所以必须要当天吃 如果当天吃不完的话 可以把它洗好了 然后切片冻起来 不过我们一般就一点就够了 每次吃一顿吃的新鲜 我们今天采的蘑菇做好了 春春想吃吗 咬米 小米 还够操心 小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